我真的被骗了 当初比亚迪秦艾奥发布的时候 号称百公里油耗2.9升 号称满油满电可以开2000公里 把我看得热血沸腾 所以果断就订车了 车子开到现在很后悔 因为提车到现在 无论我开什么路段 百公里油耗根本就没有低于四升 满油满电续航2000公里 真是车到家了 就拿我最近一次开车吧 行驶670公里 充电13元 加油38升 算了一下 就是百公里油耗5.6升这样 看看这个数据和发布会的差距 究竟有多大吧 这跟合资B级燃油车就没有区别 我可没骗大家 朋友就是有一辆新款的索纳塔 油耗和秦艾奥真没区别 有时候跑高速比我的还要低 以后不管什么车 我都不会充手发 更不会相信发布会上所说的数据